5月29日上午11点左右,失联近7个月的吉林高三女生郑春梅有了新消息。 其父亲发文称,郑春梅遗体在吉林市青园桥附近长白岛被打捞上来,确认死亡。 警方根据多方判断,确认郑春梅吸自己跳江。 警方后来从远处调上来一个视频,视频显示春梅上桥后,没有外力作用,自己落下了水。 郑春梅父亲称,虽然落水视频有点模糊不清,但落水时间和上桥时间方面都比较吻合。 至于郑春梅跳江原因,其父亲表示,目前尚未查清,孩子的手机还没有解锁打开。 我也正在想办法,看把手机打开之后,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。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,之前怀疑孩子可能被骗走或拐走了。